看看新闻网 太阳村一个无常带养带教 复兴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地方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 赵泉营镇板桥村 在这个相对安定温馨的大家庭里 收养了一百多名 无人监护的 复兴人员未成年子女 马上要中秋了 太阳村这边的小朋友们 就是没办法跟他们的爸爸妈妈 一起团聚 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那所以想着给他们送一点温暖 为了迎接这位美女姐姐的到来 太阳村的孩子们 特意奉上了精心准备的走秀表演 礼尚往来 大门女的此次探望 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 月饼大米书包和画笔等等 还和孩子们亲密互动 来了个手把手的图画课教学 炎谈局之间 无不透现着大门女 对孩子们浓浓的心疼与关爱 孩子是一个责任吧 生他们下来的父母 就应该对孩子有一个责任感 就是父母在身边去陪伴他们 去教育他们 好 老吴老以及人之老 幽吴幼以及人之幼 为了给孩子们筹集上款 大门女更是不惜放下身段 叫卖起了村里自重的葡萄 谢谢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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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 但我只要一小串就可以 三十 好 那你给他一小串吧 给他一小串 来 看这里拍张照片 谢谢 买太阳村葡萄送阳功如何影 一眨眼的功夫 两大宽葡萄就被一抢而空了 最终 一卖葡萄 共获得了上款两千一百元 这份爱心也将如数捐 给太阳村的孩子们 干杯 干葡萄 帮助到别人自己也很快乐 想以自己一人的身份 去推广一些公益活动 然后让更加多有爱心的人 来关注一些社会上面 有需要的朋友 为了星天地奉献一份爱心 世界更加美好 北京太阳村采访